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法国历史啊 当年法国的画家 第一个 他们真正要变成有名望的画家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参加国家沙农的展览 要参加国家沙农的展览 就必须符合国家沙农展览的委员会的标准 那么为了符合这个委员会的标准 他们就必须比作画操作 他们好像也是从这种历史的重大事件里面抽取这个题材出来画的 比如说拿破仑出征什么战役 这些 法国国家沙农 他最成熟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就开始出来了 法国大革命前后就开始出来了 然后呢 拿破仑维持的这个制度 而且完善化 到了后来这个拿破仑完蛋以后 然后那些后继的也继续这样的一个展览制度 包括拿破仑三世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继续这个制度 那么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所以国家艺术这个概念 严格来讲是法国人 就是说 参加国家沙农的展览 一个很重要的或者受到鼓励的就画法国历史 所以就出现了画很多拿破仑的历史 不仅拿破仑时代 拿破仑做皇帝的时候 有他的运游画家 画他 拿破仑时代过去了 因为他是法国英雄 是吧 所以人家有很多关于拿破仑的话 还有很多法国大革命的话 我检索一下以后才惊讶的发现 这种表达国家历史和重大事件的这个传统就法国开启 这个叫主流会的话 法国国家意志的话 那么也是让我们中国按照这个展览时度过来 他也非常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呢 画家们 法国的画家们 其实很多今天名部件 金传 如果你们有专门研究 有大部分画家 你们一般都不会知道的 他们一辈子可能就几张画 当然为了这几张画他们画了很多草图 是吧 画了很多草图 肯定如此 就有了一个习作和创作之分 有了一个为展览而画画的结果 就出现了 在今天已经很明显了 这叫展览体 哪怕那些很有名的画家 他们都非常明白 我这个画是现在全国没展的 我这个画是现在全省没展的 这个展览的话 是奠定我的主流地位的 它就必须如此如此如此 这个风气蔓延到年轻人 年轻人也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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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现在最近这五年吧 我看这种群体性展览也是多如牛毛 以前可能我当学生的年代 真的是一个美展 其他的可能更多的是个展 现在动不动一拉就是一百几十人的展览 因为人口技术大了 学艺术人多了 经济也好了 大家好像经济好了 就谈艺术嘛 而艺术要出头露面 要出场呢 那么展览是一个必不可承的环节 很难想象 今天一个画家会关在门里面为一百年后的名誉而奋斗 那是骗人的 然后我们把梵高形容成这个样子 你看梵高多么伟大 其实那是骗人的 我想说的是 这一百几十人的这种展览 作为艺术家个体去蹭这些展览 它有现实意义吗 有 那是个圈子 就是纯粹为了圈子 圈子很重要 比如说以广东为例 广东的所有画国画的 画水墨画的人 最好拉上里南画派 然后长假就会 别人都告诉你 系统收藏里南画派 从最老的 两高一层下来 一直收 收到图子图村 你列入这个项目里被收 所以这里边是个圈子 所以艺术圈 艺术圈 这个画是对的 我认为这也不是个贬义 是吧 这绝对是个正常现象 就是说艺术是讲圈子的 艺术也是个江湖 当代艺术是个江湖 传统艺术是个江湖 水墨画是个江湖 那么你参加这个群铁展 或者说不断组织这种展览 不断把人吸纳进来 这个圈子就会扩大 圈子扩大 水墨船高 它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现象和艺术存在 那么就有人 比如说我家的人就可能会写点评论 来什么关注一下 是吧 这是一个日常活动 所以从这个页上来讲 为什么我们曾经谈过丹拓说艺术已经死了 今天是另外一个时代了 从1964年 安迪沃霍把波罗克的和解搬进现场以后 就艺术的概念就 传统概念就停止了 我们要讨论新的概念了 现成品为什么称为艺术 那么丹拓他至少正在这个现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艺术今天变成现场问题 艺术变成现场问题 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不是说因为你有描绘的天才 不是说因为你有伟大的思想 而是你在不在场 你不在场 对不起 那么如果你都在场 那若阿仙人在场呢 这个就很重要了 那若阿仙人出场呢 你只能躲在家里面世界上没有人认识你 那你就不在场 所以呢 这个著名的艺术史家龚伯李希 在他那个著名的艺术的故事的导演也说过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我收在这里的那些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尤其是当代的 他们当然都是艺术家和艺术品 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 可能我会挂音落万 挂音落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 现在信息量太大以后 可能有些话题我根本不知道 那不知道呢 一个写艺术史的人不知道呢 那你就当然不能进艺术史的 这就是当代 所以呢很多艺术家都非常明白 你要想进当代 你要想被关注 那你要出场 被出场呢 你才能够被知道 所以你要想法事法挤进去 所以这个场合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单独说艺术是个现场 这个话可以做理论的解释 也可以做像我刚刚那样的一番通俗解释 就是你不出场你就没有圈子 你不玩圈子你就没有了 你没有了今天人那么多了 全球70亿人口了 每天多少人呢 你看看每年美术学院 中国多少美术学院 正规美术学院叫八大美术学院 各个大学还有美术学院 是吧 每年多少艺术毕业生 所以又回到那个刚刚的问题 艺术过剩 艺术过剩是艺术生产力过剩 艺术生产力过剩 艺术厂家 艺术厂家不过剩 艺术厂家太少了 艺术厂家太少了 博物馆在不断的建起来 是吧 不断让他们出场 所以战略这样多 为了使这个圈子扩大 或者为了活跃这个艺术气氛 当然也使大家更有机会 那就做多点展览 所以再难的展览 都一定有人参加 当然 艺术家在这个艺术名声的道路上奋斗的过程中 他们也骂明白 先是无论如何什么展览就要参加 然后有所挑选的参加 最后只在高级的展览 最后 中国美术馆做各展 所以也是一层一层万三级 中国美术馆做各展 谁出场呢 也很重要 我知道建国后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中国美术馆的展览 档次最高的 就是著名的老画家潘天授的展览 百年诞成 谁出场呢 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出场 我参加他的研讨会 市场研讨会 我一听我说 好像 好像新中国的画家好像没有一个在规格上到目前为止是超过这个潘天授先生 就像民国 你们知道吗 民国最有名的画家 观山岳也是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江泽民也去了 观山岳那个江泽民也去了 对 观山岳也是一个 但肯定 那个 从格调上肯定没有潘天授高 潘天授起码江泽一带这个 潘天授的主要是变成一个国际研讨 还是很厉害 因为那个活动我参加的 观山岳那个我没参加 观山岳有一个展览好像是江泽民出席的 江总书记出席的 当年的江总书记出席的 这个也跟规格有关系 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展览呢 它有一个档次 这个艺术家最后奔的最后中国美术馆 这个国家领导人出席 但在西方 人家不看这个吧 正要出席或者怎么样 我讲的是中国的情报 对 这个我讲中国的情报 西方 西方是另外一个概念 西方感觉 艺术就要繁体式 西方是另外一个概念 接下来今天 西方 难道还有如此重要的 所谓的国家展览吗 对 这个应该 哪怕国家沙农 起源于法国的 今天法国还有那么重要的国家的 法国国家沙农展览 那么重要吗 他们今天可能还有这样的展览 那已经变得很不重要了吧 是吧 因为艺术的形态变了 现场变了 是吧 我们慢慢发现这个艺术 风格的出厂 不再是原来的方式 而我们还在继承这个方式 所以 当艺术变成现场 艺术变成出厂 艺术变成圈子 艺术的展览都是重要 我们就背后就涉及到 真的是不同国家的国情 中国是这样有国情 也不是不好 也很正常 这艺术上没有说好跟不好 反正这种现实存在的 我们拿出来讨论一下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如果说要对这个现场有所批评的话 的确导致了一部分画家 就把这个变成目标了 对 以至于一般人也认为 这个画家之所以是个重要的画家 是因为他参加过展览 做过个展 在中国美术馆 什么规格的人出厂 等等等等 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出现以后 也会导致另外的 这个就还是跟艺术家 这个功利性的问题有关 就是助长了艺术家的功利性的追求 那么当艺术家的功利性变得过分 超出他对艺术的关心的时候 那么他的艺术究竟是不是艺术 当然我们就打个问号 对 这样的话就反过来 也就威胁到艺术作为本体的一个价值观的存在 当然了也不用为这个事情太过悲观 因为这个当中一定有人反过来 在中国也是这样 一定有人反过来 要做相反的事情 他们心目中也许最重要的是 他们所希望维持的一种价值观 那么他们就要做出 不能被展览的艺术 比如说行为艺术 是吧 先是装置 后来是行为 还有各种各样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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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